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拉利德的两款手镯子的 如果变定增加 跟大家欣赏一下 绿色盒子就是它出了 今年出的新款 去年新的 黑金的 要比那个玫瑰金 看起来要有气势的多了 打开看一下 住在带框子 感到质感不错 有没有这种感觉 再往对比一下 玫瑰金跟这种黑金的质感 到底差别在哪里 它这上面是有编号的 我看见没有 它编号是3964 它的盒子上面 应该也会有编号的 找一下 哦对 一个赠品的那个手镯子 它这个镯身 跟那个盒子 这个一个编号3964 它应该是统一的 如果说有统一的话 它应该就是赠品了 就二合一嘛 二马合一 盒子码 绳子码 还是标准配的两把这种钥匙 来我们对比一下那个玫瑰金的啊 哎不靠 这里有说明书 金属手铐说明书 把冰箱带上 嗯 正品的 这印刷也非常漂亮 这种玫瑰金的 编号是 15350 带有logo 最早的标准它是19年的执行标准 它这个纳利德很奇怪的哦 它是一家的一个移动照明有限公司 结果现在 现在拿到牌照了 好像也是19年在公安部那里拿到了牌照 然后就允许它生产 出产日期很新哦 2022年1月24号出产的 玫瑰金色 它的编号5350吧 你看 正品的必须要有这种编号 它们必须要对在一起 然后这两款呢 哪个好看的 质感强的 你看看你喜欢哪一款了 黑色的多了一个这种的logo哦 这个玫瑰金的没有这种logo 哪一种好看 好像都很屌的感觉啊 它现在纳利德这里呢 它又出了一个 它的专属的那个手握套子 是可以快插快拔的 专配这两种的 感觉好像质感比最早第一代 还有那一个中顿 中顿那个厂不是最早玫瑰金中顿出的吗 比中顿出厂的好像质感要强很多 是不是 如果说是你们的话 你们选择哪一种 我自己是肯定是喜欢黑黑色的啦 给女孩子用这种 男的用这种行不行 应该可以吧